我们一般认为人死了就是个遗体 就是一个人的遗体 烧了就拉倒了 或者埋了就算了 但是在文物的角度上讲 超过一定历史年限的遗体都叫文物 如果那时候科技能达到 把我们以前人的灵魂或者思想都能够复制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跟一万年前的人对话 我去开罗看埃及博物馆 埃及博物馆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博物馆之一 它不是设备知名 也不是体量知名 而是它的文物知名 它的文物有很多 说句实在话 你根本看不过来 你在那看三天 你也看不过来 那里最重要的文物是什么呢 我们觉得可能是图坦卡蒙的金面具 可能是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 其实这些文物的重要性远不及埃及法老的遗体 你在博物馆中看其他文物都是不再收费的 但是如果你要去看木乃伊 要担负三百块钱 所以木乃伊看的环境很好 那屋子并不大 看的人并不多 尽管展厅的面积不大 木乃伊和木乃伊之间的距离也非常的近 那里我觉得涌进去 五十人以上就会感到拥挤 但是 今天你进去的时候 第一 你一进去就感觉一种莫名其妙的肃穆 因为这里的每个法老都是有名有姓的 你得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的展成条件不算很好 一种很让我看很成就的一种很笨的方式 就是一个玻璃罩子把它照在里面 那么每一个法老都躺在这个展台上 那个展台的高度跟你视线的高度 是非常舒适的 那么你低头下去看这个木乃伊的时候呢 这个木乃伊在这个玻璃柜里 离玻璃的那个面上 我想就二十公分左右 如果你贴着玻璃去看 那你就跟这个木乃伊是面对面 就这个距离 那么这间专门的陈列室里呢 除了拉美西斯二世托坦卡蒙的法老的这些 这个遗体啊 这个木乃伊以外呢 还有就是比如塞提一世啊 我们也有这样一种文化 就叫木乃伊文化 或者叫干尸文化 假设我们过去地质社会的所有知名的帝王的遗体都保留下来了 我们也隔着一个玻璃去看 近距离的只有二十公分 你低头看的时候 哦 这是秦始皇 这是汉武帝 你这么近距离看他的时候 你的感觉完全的不一样 他没有恐怖感 我是有点恐怖感都没有 我很认真的去看很多细节 包括看他牙齿 牙齿都特别齐 所有法老的牙齿 只有一个法老的牙齿啊 不怎么齐 有机会我会给大家讲一期 那木乃伊制作呢 是一个技术啊 我们知道什么事情都要有技术啊 古代埃及人都信 人死了以后 灵魂不会消亡 古埃及认为 灵魂呢 依然会依附在尸体或雕像上 所以法老死了以后啊 他都要制成木乃伊 因为你要把它烧了 它灵魂就没了 所以他作为对死者永生的 这个 一个纪念方法 他会用香油 或者是用香料啊 这个涂抹尸体 防腐 我们今天听着呢 有点恐怖 他很聪明 他首先要把你体内的 最容易腐烂的软组织呢 全部给你去除 首先是脑浆 脑浆 他认为这脑浆得取出来 脑浆怎么取呢 它是工匠啊 是从这个鼻孔里 进去把筛骨捣烂 捣烂以后用特殊的工具 把里头的脑髓破坏 然后呢 用长柄的勺状物 从鼻孔里把它掏出来 听着非常恐怖啊 然后再把一些药物和香料 这个灌进去啊 灌到这个空空的头盖骨里 然后呢 取出内脏 取出内脏 内脏呢 你去到埃及去 如果你没有机会去埃及 你去大英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 看母乃伊展出的时候 他旁边一定有四个罐 那四个罐是什么呢 是肠胃肝肺 切出来以后取出来 把这些东西处理以后 都装在那个瓶子里 那么他把他的胸腔腹腔啊 等等全部处理 塞进了包有松脂的一些香料 一些这个材料 塞入木乃伊的腹中 这种小罐啊 从埃及的这个藏士上讲 从古王国到新王国 都是越来越复杂 这个藏士都是越来越复杂的 那么古埃及有个意思 你说怎么四个罐 咱不是五脏吗 他干嘛弄个四个罐 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心脏 他没有取出来 他认为心脏是一个智慧的象征 所以呢就得想尽一切办法 把它保存在体内 从某种意义上讲 心脏是一个非常坚实的肌肉 是动物身上和人身上 最坚强的一块肌肉 我们从形成那天 就你还没生下来 还在你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 你的心脏就开始跳动 一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停的 不分黑白的跳动 我们所有的肌肉 都有机会休息 唯独心脏 一生才操劳 所以心脏呢 肌肉特别坚实 你如果不知道 自己的心脏有多么坚实 我建议你们 如果有这个机会到餐馆的时候 点一盘猪心 你去咬这个猪心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比猪身上任何地方的肉都坚实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制作木乃伊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叫脱水 只要你身体的肌肉部分 如果含有水分的话 它就会腐烂 所以它有一个重要的干燥过程 这个过程呢 工匠们就先用布包啊 泡上碱和其他的填充物 包括这个就是盐分啊 就使用盐呢 在这里头呢 包裹你40天 吸干了你身上的所有的水分 然后取出这种填充物啊 就简单的说 我们如果用一种 大家能理解的方法 就是等于腌制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里要放什么呢 要放一些药啊 这些药我们今天有的中药里 都有墨药 桂皮啊 泡碱啊 锯墨啊 等等 缝上了这种小 这个这个填充这种布包 最后细心的缝上了这个 切开的这个切口 中国人是这样啊 中国人就说 这技术不算啥技术 咱都会呀 咱为什么没做呀 咱会啊 咱不是咱也能腌点腊肉 做点火腿 这不都是这技术吗 那腊肉火腿挂那好几百年 它也不坏 它不就是个木乃伊吗 对吧 为什么中国人不做这件事呢 因为中国人的理念 是希望这人去世以后 叫誓死如生 我们经常是这样形容 文学的描写 一个人去世以后 说他那个神态安详的 像睡着了一样 他永远不能说他故去了 说他睡着了 跟活着一样 但是古埃及人 不这么认为 认为他是认为你的遗体 就是死了 就是去世了 所以我要经过一个 一番整治 让你保留下来 那么除了前面说的 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以外呢 就是最后一个手续是什么呢 就是要化妆整形 因为他希望他的皮肤 还保留他生前的这个状况 所以呢 他给他皮肤美容 比如牛奶啊 葡萄酒啊 香料啊 什么等等 都要给皮肤美容 然后眼睛呢 则是用哑麻和石头填上 那么你去看木乃伊 他没有那么过度的塌陷 面目非常的丰满 如果不做处理 我们都知道眼睛啊 我们的每个人的眼睛 都是水分极大的 一旦破损以后 什么都没有 那眼睛都塌陷 他没有 眼睛都是鼓鼓的 那种感觉还是很不错 因为我在近距离看的时候呢 这么近距离看的时候 很注意一些细节 那么化妆师还要给他呢 涂一些啊 嘴唇上像涂一些口红啊 然后呃 这个编好的假发套 套上穿好衣服 然后最后呢 还要配一些珠宝 古埃及人把这些手续都做完以后呢 他最后就要包裹他 埃及人认为呢 包扎尸体是充满了险恶的 所以就要祷告啊 祷告这个包裹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他大概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那么包扎尸体的手 每动一下就伴有一次 庄严的祷告和神奇的符咒 就是为什么那么长 你说那包裹不一会就完了吗 没那么简单 他每包裹一下 就要祷告一次 要念一次神咒啊 要把自己保护起来 那么他们很重视一点 就是心脏 我们讲了 他这四个瓶子 就唯独不把心脏掏出来呢 所以他一般都用一种绿色的石头 或做成圣甲虫 或者做成人心的形状 上面刻着保护死者的心 使他不产生危害于主人的东西 等等这种词句 里头得写这样一句 不管是神咒还是咒语 他要写上这样一句话 放在木乃伊身体上 然后裹着进了这个亚麻布 这个时间 木乃伊的整个的包扎时间 大约需要两个多月 七十天 最后下葬 这个过程很复杂 我们过去中国的葬事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要尽快下葬 中国人有一句经常说的话 叫入土为安 所以中国人 这个过去古人在去世里 尽可能的 把葬事早一点做完 所以我们今天 一旦一个人去世以后 因为主度的原因 比如有的是有跟医院有纠纷 还有的事情说不清楚 所以一直搁在医院 或者太平间的冰柜 离职没有火化 在中国人看来 叫没有入土为安 觉得这个人故去了以后 依然不得安宁 在这一点上 古中国人和古埃及人之间 有一点点差异 古埃及把这个葬事 做得非常的漫长 做得非常的严谨 做得非常的带有神的 这种色彩 那么埃及人呢 他做的是木乃伊 木乃伊 我们如果用通俗的表达 就叫干湿 那么与干湿 相对应的 还是什么呢 是柔湿 我们大量的出土 木葬出土 出现的都是湿骸 骨骼 有的连骨骼都烂掉了 都没有 但是我们在偶然的条件下 可能能保存下来呢 柔湿 所谓柔湿是什么呢 柔软的尸体 干湿是很硬的 柔软的尸体呢 比如在昭泽地带中 有时候有的人 突然陷入昭泽 迅速被当时昭泽的泥炭 被裹住了 所以这人就保存下来 是柔软的 因为昭泽中的这种泥炭 是有极好的 隔军的能力 我们如果将来有机会 去讲墓葬的时候 墓葬为什么要割很多木炭 就这个原因 那么我们在1972年 长沙著名的马王堆汉木 出土的时候 就出土了一具 女师 是柔师 著名的心锥夫人 她就是一具文物 当时出土的时候 泡在一种溶液里 这溶液是透明的 但是打开墓葬以后 迅速就变成酱油色 很黑 那么这个心锥夫人呢 当时没做解剖 她没有做解剖 她的内脏都在肚子里 但是她居然没有腐烂 她为什么泡在一种 莫名其妙的药术内 今天是无解的 如果当时这门技术啊 如果它不是偶然保存下来的 只是靠技术保存下来的 那这个技术呢 如果失传是非常可惜的 如果我们当时就用这种技术 能够轻易的将一具人的遗体 保存2000年以上 那是一个 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一个超时代的科技 我们今天很难有这种技术 我们今天要把一个人泡在 这个液体里 就是福尔玛林 我们到医院都可以看到 各种那种标本 但是他泡完以后非常难看 那些不管是你泡一个整体的婴儿 我也见过 还是有器官 他都身上有一种 看着有一种白脯似的 看着不舒服 但是心锥夫人 按照当时的新闻稿上 说的是栩栩如生 头发是黑的 皮肤有弹性 摁下去还能起来 那么心锥夫人 这个出土以后 迅速就做了解剖 因为没有办法再保存 所以把她做了解剖 把她的内脏取出 那么她的胃里还有香瓜子 从这个角度上判定了 她是得急症去世的 那么心锥夫人到今天 在湖南省博物馆里 还是作为保存的 但是内脏已经取出 套在现代化的科学荣业中 那么那种感受呢 反正我是看过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据说呢 马上要重新去展出 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肉身佛 肉身佛最近成为一个新词 实际上它是个老词 在中国古代啊 修行的人 这个作画以后 肉身不朽 立地成佛 这种现象 还是能够见到的 不算十分罕见 最近呢 在湘南省 一个博物馆呢 它做科研研究 研究以后呢 向公众展示了一尊呢 这个中国的宋代的 一个肉身佛 由于它有这个X光片呢 所以就引起了 很多人的注意 这尊佛在展出之前 做了X光的透视的照片 所以这照片呢 如梦如幻 它给你的视觉 这个影像呢 非常强烈 所以大部分人一看到 这个照片呢 就觉得 哦 这个佛像中 怎么还有一个 一具尸骸 所以就感觉到 非常神奇 这个人的骨骼 非常清晰 底下还有一个座垫 座垫上写着呢 张公六泉祖师 张公六泉祖师 最初他们翻译的时候 这六泉啊 这个外国人呢 翻译成这个拼音 这拼音再翻回来 就变成柳泉了 中国人觉得柳树的柳泉水的泉 都是比较雅的事 结果呢 这个福建大田 阳春村 这个村民一看到这呢 就突然就愣了 就觉得 哎 这东西是我们村的呀 这丢了有二十年了 怎么突然在匈牙利出现了呢 然后就赶紧的 就开始 今天的信息发达呀 顿时就通过我们这个信息呢 就这个 扩散到新闻媒体 那么这个展览是从哪来的呢 是从荷兰 荷兰一个收藏家的一个藏品 自己也收藏了小二十年了 那么有一个策展人呢 原来做了一个规模 不算太小的展览 他是准备在欧洲一站一站的 去展出研究 让欧洲人看到 中国人过去啊 在这个佛教方面的一些成就 你比如人这个作画以后 他这个尸身不朽 能够最后就从装金身啊 能够把他在那 千年以上的供奉 这本身就是个很神奇的事情 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肉身啊 肉身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老说我们自己是肉眼凡胎 对不对 肉身呢 保留的方式呢 它实际上是有两种啊 一种呢 是主动的 一种是被动的 我们先说 被动的方式 被动的方式呢 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木乃伊 木乃伊 主动的呢 就是这种作画 那么为什么僧人能够 这个死了不朽呢 他有可能有多种原因 一个原因啊 是有的僧人啊 他在临终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作画 在他临终的时候 他自我是有感受的 他知道他将走到生命的终点 在最后这一段日子里 他比较饮食啊 比较注意 没有任何油腻 越吃越清洁 甚至有时候要喝一些中药 把内脏清空 让他这种菌啊 各种菌要减到最低程度 另外呢 你比如啊 这个江南地区有很多 这个和尚作画 做在那个大缸里 那种大缸很多啊 大概有这么粗 这么粗 这么高 就一个人完全可以坐在里头 过去我一次见过这种 作画用的大缸 一次见过上百个 有的人还以为 就说这缸都是干嘛的 你注意看 这种缸 它一定上面有个巨大的盖 我们生活中水缸 是没有这种盖的 生活中的水缸上的盖 一般都是平的啊 盖一个木板就行了 所以这种能够 两个扣起来的 上面比下面这一块要小很多啊 上面大概占下面的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 那么里头割木炭 割石灰啊 割一些香料 这些木炭是吸附水分的啊 石灰是杀菌的 香料也是杀菌的 所以有些 这个和尚 他就可以不朽 把他的这个 遗体保留下来 那么这个六全法师 张公六全法师呢 他就是一种主动的 把遗体保留下来 那么全村人啊 就是天天供奉着他 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的农村啊 都有祠堂 宗族祠堂啊 把他摆在那天天供奉他呢 实际上是这一个村的人的精神支柱 那么这东西呢 95年的 就是初冬 没了 莫名其妙的就没了 实际上就是被人盗窃了 那么通过 这个 这次公开的展览啊 我们说啊 这次公开展览 如果没有 这个X光片 我想今天可能大部分人会 不大注意这件事 这件事可能就滑过去了 但他恰恰做了这样一张 X光片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那么从 从策展人的角度上 他是达到了最佳效果 那么从 这个收藏家的角度上呢 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麻烦 那从 这个福建啊 大天县的村民的角度上呢 他 这个 获得了一线生机 就是说 他有可能 把他们供奉了千年以上的佛 这是宋代元幼年间的一个 这个真身佛像 能够把他 重新的请回到他们村来 那么 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这个事情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已经是一个国际上的事情了 国家文物局呢 初步 经过各种 这个材料的 这个 勘查 证明 这个各种材料互相印证 启动了 追索的程序 我们一般认为 人死了 就是个遗体 就是个 说的 不是太礼貌 就是一个尸体 就是一个人的 这个遗体嘛 烧了就拉倒了 或者埋了就算了 但是在文物的角度上讲 超过一定历史年限的遗体 都叫文物 比如 前些年在阿尔卑斯山 首次发现了冰人 这叫奥兹 他的在山上超过了多少年呢 超过了五千年 他就是一干尸 身上很容易取出DNA 他在低温下 保存了五千年以上 我早年去新疆 新疆当时展览了各种干尸 新疆干尸也很多 为什么干尸多呢 他不是通过人为技术 去做的这种干尸 只是木乃伊 而是天然的环境 使当时去世的人 迅速风化 变成了天然木乃伊 那时候很多人呢 搭着那个小院子 拦着收费 收费也不贵 我记得当时几毛钱 就让你看 我们都知道 有一种技术叫克隆吧 对吧 你身上 这现在是完整的 这个柔软的尸体 所有你身上的DNA 你的组织都可以提取 那我想用不了一百年吧 几十年之内 我们今天要想让新追夫人 完整地站在我们跟前 非常容易 我们就现在做了一些 恢复 一些专家做了蜡像 说新追夫人就长这样 如果我们用现代科技 让新追夫人复活 他完整地站在我们面前 他一定跟我们这样说 他说 你们拍的那些汉代电视剧 全是瞎拍 你肯定跟那个时代不一样 我们今天所有的历史剧中的 历史情节中 包括摆设 包括使用的东西 都有可能出现错误 而且大量的出现错误 这就从另一个角度 说明了木乃伊的重要性 因为它身上携带着 那个时代的所有的密码 早晚有一天 我们人类能全面破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